那下一個生物之間的關係就是 competition 競爭 競爭可以分為intraspecific 即是種類競爭 同一種物種之間的競爭 或者intraspecific 即是不同物種之間的競爭 而我們先看看種類競爭 其實跟剛才的捕食的關係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到眼前的這幅圖 其實我剛才不是見過 不過我刪除了鹿的線 只剩下炮的線 他們就是差點鹿來吃 競爭的對象就是食物 我們先看看第一點 當炮很多的時候 即是 population上升 那時候競爭就很激烈 大家有爭吃 競爭這麼激烈 就會令大家都損食艱難 所以競爭就去到第二點 競爭激烈就會令到總群下降 因為資源不夠分 而炮的數目 population下降 那就是第三點 競爭就少了 競爭少了 就去到第四點 競爭少了的炮就更容易損食 又上升了 上升之後競爭又多了 回到第一點 所以其實這裏 都是一個負反規 這個圖就描述了那個 negative feedback 總群數目大了 就會令到競爭大了 所以上高的墊子是加好 而競爭大了 就令到總群變小 所以就是減好了 那這裏 一個墊子是加 一個墊子是... 回到那個墊子是減 那就形成了一個負反規 跟剛才的報食那裏是一樣的 然後就到這個總間競爭 那要了解這個關係 首先我們就有一個概念 就叫做生態位 即Niche 那它的定義就是 一個生物究竟它在整個 community 在整個群人裏面 究竟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即是什麼 role 那譬如好像下面大家看到圖 那之後它會經常出現的 那譬如 植物被一些食草的動物吃了 那食草的動物 它又會成為食育動物的食物 而大家產生的排斥物 或者死了之後的屍體 就會被一些分解者 通常都是真菌或者細菌去分解 那你見到它們之間這樣的關係 就是Niche 就是生態位 那如果有兩個物種 它們是有一模一樣的Niche 一模一樣的生態位 那個競爭就會很激烈 譬如好像現在大家看到圖中的 譬如老虎和炮 它都是要食鹿的 所以老虎和炮 就有相同的Niche 有相同的生態位 這樣的時候 大家競爭了 那 我們假設這個炮 是跑得比老虎的 在抓掉鹿 那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跑快 所以就是下面的 最左邊的幅圖 在競爭裡面 跑平均而言的速度 比老虎的速度更快 有些鹿不夠吃 他們有些暴猎者瘀死 餵死哪些呢 就是尿死跑得慢的那些 那隻老虎就淘汰了 繁殖不下去了 然後形勢就變成中間的幅圖 但是整個過程繼續 那又是淘汰誰呢? 又是淘汰拋得慢的 這次一隻僅存的老虎都淘汰了 另外拋得比較慢的炮又淘汰了 最後就去到最右邊了 最後全部就剩下了拋 所以如果有兩個物種 他們是有同一個生態位 同一個Niche的話 總是有一個物種是做得好過另一個物種 做得好一點的物種 就會有大一點的機會生存和繁殖下去 這個過程不停地重複 最後同一個Niche 同一個生態位 就會剩下一個物種 如果兩個物種的Niche相同 第一個結果剛才說了 就是有一個物種會被淘汰 即是絕種 但也有另一個情況 就是兩個物種的Niche 生態位其實也不是固定的 譬如現在這個情況 一開始看左邊的圖 其實獵物不是只有一種的 譬如除了鹿之外 可能還有水牛 而本來 老虎和懷豹都是有吃水牛有吃鹿的 兩個就是有一個相同的Niche的生態位 而剛才說了 如果捉鹿最主要是速度 炮是跑得快一點 所以炮在捉鹿那邊 就會有一個優勢 最後只會跑才捉到 大家越跑越快的時候 但是老虎是大力一點的 也有一個可能就是 其實水牛是跑得慢一點 和鹿相比 但是你跑得快又不代表你捉到它 因為水牛很大力的 所以炮又不夠大力了 所以就算你追到牛也好 那隻牛就踢一踢你 那你就捉不到它 所以 所以慢慢 老虎就發現 他的優勢 其實應該是捉水牛 因為鹿炮太快 他追不到 但是他可以追到牛之後 和他施殺的時候 老虎大力一點 所以慢慢 他們的食物就會分化 炮就會專注去捉鹿 而老虎就會專注去捉水牛 大家吃的東西不同了 角色不同了 也是說 生態位的Niche是不同了 變成老虎和炮之間 因為Niche不同了 他們的競爭也減弱了 那兩個物種都可以並存 而Niche生態位的觀念 對於進化的影響很大 我們可以看看左邊的圖 全部都是鳥類 但是同一個物種 如果他們遇上不同的Niche 不同的生態位的話 他們就會按不同的生態位的需求來進化 結果就會進化出不同的物種 那這種 由同一個物種 演化成不同的物種 我們就會叫做Divergent Evolution 趨易演化 或者是另一個名字 我們會叫做Divergent 就是物種形成 而左邊呢 你會看到不同的物種 但它可能會在生態中 遇上同一個Niche 結果他們就會變得越來越像 例如是鷹和蝙蝠 鷹是鳥類 蝙蝠是鳥類 蝙蝠是蝙蝠是蝙蝠 那種Evolution 就是吹銅演化 然後再次進化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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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步 一步